张老师,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看大话西游 你能帮我捏个至尊宝吗? 安排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 但是四分之一住香之后 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按赏 因为我决定说一个宝话 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宝话 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财良给了这么一个机会 想不想去学 而且那时候也是有病 那去就去吧 也是能看看接触更多的人 最开始自己觉得就是自己玩 做完就开始送朋友 好多人看到这个就跟我要 因为我就觉得他们那么喜欢吗 我本身确实是已经爱上这个东西了 那我就开始大量的做 爱是个的送 这个时候才开始觉得 我在社会上还有被认可的 那个余地呢 传统文化就是飞移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应该大量的宣传 或者是给我们有一个展示这个机会 尤其是让咱们的下一代 或者再下一代的孩子们 起码知道祖宗呢 原来都有过什么 这个都已经真是快失传了 小小毛猴融入人生百态 这份传承张老师一直坚守着 公主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传统手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